為自己的講座數目也升級呢 今晚即將揭曉 各位先生 接下來下載的第二位呢 就是光女團很重要 同樣日為戲劇節目 女配角獎的 Hana 劉品妍 在評審眼中的Hana 她一開始有著林家女孩的天真 但最終呢 陷於情緒失控的悲劇 這高難度的演技嘗試 成績斐然獲得了肯定喔 而她跟阿季的小姐內鬥 從戲裡面鬥到戲外 因為都曾經獲得戲劇節目 女配角獎的她們 這回又同樣的 以同樣的獎項互相廝殺了 在Hikari上演這個 歡場人生的互相廝殺 延伸到了金鐘獎的典禮上了 下一台車開進來囉 是哪一位成員呢 就是光女團的第三位成員 入圍戲劇節目 女主角獎的蘇阿瑪 楊錦華 評審 讚譽完美 詮釋蘇慶儀這個角色 對於愛恨情仇 以及和其他角色對戲的詮釋 絲絲入扣 情感比例拿捏恰如其分 與林昕如所飾演的 Rose Mama互相搭配 對手是精彩絕倫缺一不可 而這也是她第五次 角逐戲劇節目 女主角獎 能不能一舉敲響 人生的第一座金鐘呢 令人非常的期待 各位觀眾 光女團的最後一位 壓招成員登場了 歡迎Rose Mama 林昕如 哇 她真的是我們的靈魂人物 她透過完整度 極高的裸與濃一角 帶出了整個80年代的 條通文化 串聯了整部劇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她處理情感 濃烈 但是不落俗套 因此入圍了 戲劇節目 女主角獎 她跟蘇媽媽之間的相愛相殺 會就此有個了結 還是她可以許願成功 雙蛋黃共同得獎 這個難題 我們就要交給評審團了 Oh my God 歡迎鮮如姐 金花姐 周日姐 還有葉嫣 謝謝你們 你們覺得好紅喔 HIKARRIO 皆さん 今天各有特色 你們的戰袍各有特色 以劇中角色的姿態 來展現一下你們的戰袍吧 真的 現在說阿姬 阿姬你先來 阿姬你這次魔鬼女大兵耶 好帥喔 因為我太怕眼言扯我頭髮 我就是這樣講 她是不是故意怕那個 我會扯她頭髮才剪掉 還是說最近有點看破紅塵 哇 阿姬很漂亮 對… 哇 阿姬這個造型真的是 跟戲中差太多了 是啊 就是一種附黑版的阿姬 蠻附黑的 但是馨如姐今天也是驚艷懸場 其實馨如姐 我覺得啊 你看你就是以十六個夏天 已經拿過戲劇隊節目獎 這個最大的獎嘛 那在專訪裡面聽說 你好像對於這個戲劇隊 女主角獎 其實非常地有興趣 想請問一下 我非常地有興趣 真的喔 Rose Mama 今天在這邊 你覺得你有什麼地方 什麼優勢 贏過咱們的Sue Mama呢 我顏色比她亮 顏色比她亮是不是 好 那這樣子我們的Sue Mama 也是素人不殊陣 真的 你覺得如果真的 兩個人一起演戲 一起較勁 如果你勝出的話 會是哪個優勢 而且Sue Mama 你第五度入圍戲劇節目 女主角獎了耶 快點拿出你最最最最 最壓箱寶來 是要什麼壓箱寶 你說跟那個Rose Mama 你哪裡可以贏過Rose Mama 比她高一點點 好可愛喔 好有智慧的答案喔 好 那演言呢 之前因為你嗆聲阿季 你說你贏過她的就是顏值了 還不夠明顯 應該還有身材吧 Oh my God 不行 不行 你今天這樣子 好啦 我覺得可以耶 因為你差點都是鏤空的 Oh my God 真的是身材超好 但是阿季 你今天也是超性感的耶 但是你有說啊 如果你得獎了 你要帶Hana上台 她今天這樣子嗆你 你還要帶她上台嗎 可是她一開始就拒絕我啦 她說她好像去幹嘛啊 好啦 我想大家看到阿季這樣 還是有點好奇 雖然不能講全部看 可不可以讓我們了解一下 為什麼會突然這個造型呢 就是拍戲啊 演員嘛 又是一個很顛覆的角色了 但是其實今天媽媽們都在現場 小黎想要就是自我引見一下 小黎子本身在林森北路長大 那個顏值還算中上 應該可以到Hikari上班 擔任一個什麼擔當 媽媽們覺得我可以當什麼擔當 就跟阿雅一起嗎 會計擔當是不是 好的 我看 等一下 我也要爭取 對不起 兩位媽媽 我也要爭取 因為呢 網路上討論說 如果吳康仁不能演寶寶的話 誰可以演 我也被提到 所以如果我來演寶寶 我就關掉Sugar 就直接跟Hikari合作 你覺得可以嗎 OK 什麼 你錄取了 OK 但是認真講 就算我們有沒有錄取 觀眾根本不在乎 他們比較想知道誰可以得獎而已 好 所以我們真的非常希望 今天的Hikari光旅團 都可以順利的報回大獎喔 謝謝 請入座 那我們請Rose媽媽可能要暫留一下 我們還有其他的任務 請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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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會很膩 你不要嘗我的話 這是我演的 這是我演的欸 你看這邊看到了什麼 唉 終於我 這一個大樓的角色對我 讓我很不開心 不開心 打架你的那個喇叭 玩那個飛機的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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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有憤怒在裡面 我一直忍你不在 唉呀 媽